輔助手的原理其實就是一般中風病人的手會握拳 沒辦法打開 那所以他在大腦裡面沒辦法有一個伸直的動作回饋 那藉由動態精神輔助手他可以將手指伸直 那每一次患者在進行抓握跟打開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伸直的動作回饋到大腦裡面 可以誘發他做一個手指伸直的動作 那輔助手的最大的特色就是在於 我們有做大拇指的一個對長姿勢的固定 那大拇指對長姿勢的固定其實對抓握很重要 那否則一般常見的患者他會用一個大拇指內縮彎曲的情形來進行抓握 那這其實是一個很不好的抓握品質而且也沒有效率 那藉由動態精神輔助手他可以穩定他 然後讓他在一個正確的姿勢下去抓握 所以每一次的抓握都是正確的姿勢回饋到大腦裡面 讓他可以誘發更正確的動作知識 然後我們也期待他經過輔助手訓練一段時間之後 就可以用正確的姿勢來抓握